來個魷魚吧 給我普通的魷魚 白色 有東西耶 該不會是耐克洛茲那碼吧 還真的是耐克洛茲嗎 我怎麼會贏 這是我第二次相機忘記帶到了記憶卡 第一我記得之前是我的GoPro忘記插記憶卡 還好所幸今日的行程呢 我不會在外面待太久 是我們五彈跟十彈終於有家了 欸有人講怎麼五彈也有家了呢 回去我再跟你們圍圍道來 現在我要先去一客館 把我新組的沙奈牌組先用好 我希望可以組出一個還蠻不錯的 妖精系的牌組 META的妖精系牌組 可是這一個牌呢 現在的環境還不夠快 而且不夠厲害 我上次去新加坡的時候有得到一些啟發 所以這一次要以那一個套牌來做藍本去改牌 現在呢就是要先去收料啦 在這之前先讓我買一杯喝的 因為我現在肚子好餓喔 第二天 昨天沒辦法錄 真的沒辦法錄 一方面 GoPro沒電 相機沒記憶卡 手機呢真的超級難拍 我沒有腳架 一整個就是叫我說 休息吧 孩子 我也不知道昨日的影片呢 你們會不會喜歡 這是我首次用VR來呈現給你們 因為非常難過的一點就是 我沒辦法引力 因為那些歌曲全部都吃版權 完全不能 沒意外的話 沒意外要再拍Beat Saber 一定要玩可能官方它自己 本身裡面預設的歌曲 或者是下載一些無版權的歌曲來 讓大家看到 而模組呢真的很好玩 很有趣 還有其他模組可以給各位看到 Beat Saber呢 本身就是一款技術性的音樂遊戲 喜歡的話記得在下方支持一下 這樣我就會拍出第二集 有沒有感覺我好像很久沒回來這裡了 早說好像還以為我八天了吧 快幫他集氣 集氣一下 集氣一下 他要抽疊疊 加油加油 都一機如山耶 以後找你尬包啦 真的以後找你尬包 你要不要看我上次自己開盒SN6 剩五包 應該是這個 沒有 那不是 我剛才看白的還有很多 那把他抽 就是那個阿爾莎跟妳的 是啊 感謝 那什麼好啊 兩瓶好啊 喔我知道 喔小心 如果那個簽名版是先亮的 哇賽 最後一包有中了吧 是哪一位 蟻人的嗎 應該是喔 欸 欸好像是欸 姊姊 從上面看 不是啊這XR而已啊 這XR 幹是那個好壞心啦 我看到水噴出來了 超到出水 YA 對啊 我們先去旁邊 現在呢要組一副新的 我想要組 超能牌 因為現在 在賽場牌裡面 最常看到的就是 暴基紋 跟我們的魷魚系列牌組 不管是搭配龍奈 還是搭配奈哥爾洛姿馬 還是搭配月神 都有 最近的大賽來講 因為為了要克制 這一些特性牌組 所以多了很多 像是封特性的這一種 灰塵山不是不好 可是它的實用度 還有順暢度 確實需要一點時間 才可以完成 以一個大家都五五波的 狀況下來講 在攻擊性的牌組 上面來講 會比較快速一些些 大家所需要拿到的關鍵牌 各自不相同 如果我是打 封特性的話 我的吹風機 一定不會丟掉 可是我最多只能吹兩次 這是我最大的極限 另外一副呢 我的沙奈朵 配索羅亞克 這個套牌呢 雖然是完成了 可是我覺得 還可以再去做改進 至於是什麼時候組好的呢 是在昨天 對是在昨天 昨天我用手機拍 後來我把那個檔案刪掉 不行太爛了 我真的沒辦法 接受自己的影片 出現這樣子的 影像品質 我不行 在這裡呢 我還收到了 艾爾莎跟 小豪的禮物 這個簽名版呢 這是誰的簽名版 這是誰 你看得懂 這是誰的簽名版 最近來台灣的 Marvel的明星就是蟻人 然後我也有看到 小豪你去跟他們拍照的樣子 有看到好不好 我都有關注你的動態喔 我就先把自己的牌組 先弄好 改好 因為晚點可能會比賽 太久沒開包喔 真的 我先看一下我的錢包 嗯 好應該可以開個 我先開兩包好了 好不好 最近比較貧窮了一點 我這個月真的花太多了 光是機票錢如果 難怪我還可以買兩包呢 兩盒才對 買兩盒才對 我想要抽到魷魚啦 有魷魚就好了 好不好 沒有 這個沒有魷魚 來個魷魚吧 給我普通的魷魚 白色 有東西耶 該不會是耐克洛茲那碼吧 欸 還真的是耐克洛茲嗎 久久沒有抽包 好不好 趁勝追擊啊 再一包就好了 手好癢喔 給了 三包就好了 我要魷魚 給我魷魚 欸 有閃的寶藏可以 接受 這幾包其實都還算賺 接受 好啦我充滿五包啦 哇 那一顆美乃茲 那一顆美乃茲對 沒錯 這是白色 可是這應該是假閃 因為我沒看到邊 魷魚 雙閃 人蛙 就決定是你了 魚 綠色 魷魚 魷魚 沒有魷魚 好不好 五包五包 接受接受 我拉不起來啊 我如果 怎麼樣 我們先來比賽了好不好 好棒 來囉 剛剛那一副 好像還沒看到人物跟什麼東西的 這一包新的 希望有 白色 微妙 沒邊欸 那有沒有魷魚啊 魷魚 沒有 欸有欸 SR的 綠神 白色好棒喔 我有了 我上次已經抽到他的一家族 你知道嗎 拜託 我只是想要有魷魚而已 OK 我們來看 等一下打第一場 最後是誰吧 之後可能台灣有一些 只要是台灣各地一些比較大型一點的比賽 我都會去參加 打比賽的感覺 還有經驗 所以說可能比賽的規模 沒有如同國外的這麼的厲害 強度這麼的高 有練習跟沒練習 還是有差別的啊 你在玩線上版跟玩實體卡 其實有很大的差別 你在算拍 都是要靠自己的腦內來去記 來吧 你知道現在幾點了嗎 8點15分 剛剛阿布雷有過來這邊 送選擇一個味料的飲品 此次比賽最主要我是測試自己的沙奈多 可是沒想到沙奈多 強的時候很強 可是弱的時候其實 外加上現在是有蚊子的環境 所以我沒辦法把索羅雅克給揍出來 這是讓我很難過的一點 明天的話我已經跟人家約好去收魷魚 所以我的META牌組就可以組出來了 接著我就要大殺四方 這也是要有那個運氣好不好 現階段我可能先收一收回家 來去拍攝接下來的東西 OK 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們回家見 來做一下晚餐吧 這個東西真的非常的棒 炒飯必備玄武 這是綠咖哩的 算是調味包 然後我蠻喜歡這種口味的 所以我推薦大家可以去炒看看 在家裡的調味道 同時再移動 這裡做個名秘的 沸騰 你說得很像 在家裡 吃上香腸 就把火割下 還是很難防衛 那麼快 雲 醬油 愁会用到这样的盛度火 然後它本身這一包就有一點調味 所以也不用做太多的 可能再加一些鹽巴 最後最後 拿上一點點的蔥 簡單的炒飯就完成了 各位 在家裡面 我們就是要先開箱一些粉絲所送給雪兔的東西啦 這一次呢 還有一些意想不到的 例如說我們的假面騎士卡片 有位觀眾就跟雪兔講說 他們很常在一課館那邊玩假面騎士 然後看雪兔玩 有提到說 卡片上面的日語啊 我們都不懂它的效果 他就跟我說你可以去官方 那邊騎士室有可以查詢這些卡片資料 招式名稱的 也有在問我說 會不會再去玩看看假面騎士 有機會我一定會再回去玩 可是要在我理解這些卡片的效果 你知道喔 在網路上其實超多的酸民 真的是酸民無極限耶 每個嘴巴都非常的厲害 就很像是 現實生活中無法得到紓壓 只好去網路上欺負別人 霸凌別人 以此獲得成就感 然後上次也有人講說不專業啊 或者是說 你又不知道他在玩什麼 這到底是什麼鬼啊 已經在講說我就是試玩 卻還是要講說我在教學 有時候我真的不懂 這些都是題外話啦 最主要呢 還是這三樣 欸怎麼又多了一樣 因為這一個呢 是雪兔昨天去一課館拿到的 只不過 對就是相機沒電了嘛 裡面放了一張卡片 U3的皮卡丘的卡片 我覺得最主要是這個 一封信 給雪兔 我是一位小學當畢業的學生 你是我第一個寫信的Youtuber 我每天都一定會看你的影片 因為我是你的都是粉絲 記得我第一次看到你 然後是在網路上 我看到你的粉絲 我非常開心 如果下次看到你的時候 我想要你幫我簽名 Q 你的本名是什麼 請在影片中回答 喜歡保持一點點的神秘感 這樣講就好了啦 不用解釋太多 助雪兔天天黑皮 事業順利 訂閱數 身體健康萬助理 而第二個呢 是這個 小豪 這個是哪一隻啊 我有忘記了 奧米加碩嗎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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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第六集吧 那時候我好像有看信講說 他就變身成一個很神奇的心態 似乎好像也沒有強多少 皮秋的 好可愛喔 超可愛 我終於問到了 這個我絕對會好好的收藏 黃蜂女跟蟻人的簽名 太藝術了吧 你看得出來嗎 真的看不出來 他們是在百忙之中 拿起筆在一個簽名板上 迅速簽名 我一定會好好的保存 感謝你 最後一樣呢 是愛爾莎送的 不是吧 三包卡包 雪兔我看了你PTCG的比賽 雖然輸了 但是下次加油 一定可以進錢吧 這三個卡包 就祝你抽到喉卡 加油 來看一下這三包卡包 可以抽到什麼東西好了 再加這個的話 就要九包了 好誇張喔 其實今天真的是 花了蠻多錢 在抽卡包 等一下 我好像看到東西了 這應該是白色的 竟然是綠色 所以它是零星卡囉 阿爾宙斯 還有暴基紋 綠色也不要氣餒 只要有魷魚 一切都是勝利 世界就是那麼的殘酷 沒有 沒有什麼 白色 這一包可能會是有好卡的嗎 雙閃 雖然沒有中全圖 但是也是蠻厲害的 三包中一百 而在此次 最主要的 這兩個卡冊 是雪兔去新加坡 沒錯 這是在新加坡拿到的 不是買到 是拿到的 是我們這位粉絲 這位粉絲 這位粉絲加父親加觀眾 他所提供給我的 那時候去新加坡的時候 就有跟我約說 欸 能不能一起來喝杯茶聊個天啊 我就非常感謝 因為剛好 這兩個卡冊呢 一個可以讓我放實彈 另外一個可以讓我放第五彈 真的是剛剛喔 真的非常感謝 謝謝大家 桃園玩具反走城那邊 剛好沒辦法再買了 好像沒貨了 對 我們的實彈 實彈一直在那邊 等待著要放進卡冊 如今我們終於可以把它放進來了 實彈 實彈 終於結束了 你可以看到 這一彈所花費的錢 真的還蠻少的 九千三百塊錢 不知道該怎麼講 這一次實彈 有滿滿的說不出來的 感動加感慨 traitor的風潮 以及開始慢慢的褪去 最明顯的會在Z1結束之後 Z1會是一個超級大高潮 在那個點全部打完之後 Z2 Z3 或者是Z4 都有一點點的複殼的味道了 屆時雪桌還會不會繼續打下去 這我也無從而知了 沒準我們都會在等待下一個新的機台 遊戲會被外掛給搞爛 對我們來講 尾刀就是外掛 然後這個遊戲就會 就下去了 但我依然還是覺得traitor很好玩 所以我還是會繼續玩下去 我們再來把第五彈的卡片放進這個卡車吧 現在這邊呢 是所有第五彈的卡片 可是還缺了幾張 我們還缺了 缺哪五張呢 我缺原始蓋歐卡 三星的 電龍 布里卡龍 妖火紅狐 跟音波龍 太蠢了吧 天啊 我要去問一下 這幾張能不能在那個書局點數換到 如果能的話我們就直接用那些廢卡 把這些卡片全部都換到吧 我真的以為今天就可以畢業了 可是真的沒想到竟然缺這麼多張耶 萬萬沒想到連三星都缺 有遺憾才會驅使我們前進吧 好處是我們所有四星都收集完了 所以我相信三星的收集難度應該會降低一些吧 好啦各位觀眾朋友們 我覺得也差不多了啦 今天的影片就先到這邊了 如果有任何的問題 記得在下方留言給雪兔 按下給雪兔每一走我都會看 訂閱雪兔才可以看到更多的影片喔 我們就明天的VLOG再見了 天啊 天啊 我頭好動喔 各位晚安 大なんて 好營 超營 超營 很多地方 中文字幕——YK